全力拼联署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政策之一打AI牌 不仅把Chat GPT之父奥特曼 请来台湾演讲掀起了科技圈的关注 针对各个领域也提出要透过AI来提升竞争力 包含了降低计程车司机空转时间 改善外送员低薪以及传统摊商转型等等 喊出拼经济提升就业机会 来争取选民的支持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把重量级人物 红遍全球的Chat GPT之父奥特曼 邀请来台湾演讲 不仅展现科技圈超强人脉 也是再端牛肉 要把AI推动到各产业领域 谢谢总统 对 赶紧 拜托你们了 你们要一起上AI跟造作 好 郭台铭先前就喊出未来50年 要全力发展AI产业 这目标不单单是要科技进步 更计划把大数据应用 再提升外送员接单 派送效率 或是帮助消防驾驶 节省空转时间 所有东西靠大数据靠AI 过红绿灯的时候 过安全脑的时候 过单心道的时候 这东西完全可以用 计程为了云端大数据来控制 你每个计程车 应该开多少里程 用多少油 整大的科学解决方案 帮你们赚更多的钱好不好 好 台湾阿民要活用AI提振庶民经济 怎么会忘记最爱逛的夜市 和传统市场 传统公有市场 有资讯的话 要帮你做 整个物流供应链 到AI 整个串联系 我来一定服务你们 来赚钱来发展 多保经济 不同于蓝绿白 郭台铭在拿手的经济领域 主打AI牌 喊话提振经济 拼加新 吸引年轻选民的新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